台北市友银楼遇到诈骗集团 嫌犯大玩两面手法 先是跟银楼说要进货 然后在网路上放假消息 声称低价卖黄金 被害网友陆续把钱汇进银楼给的账户 但是业者也很机灵 发现怎么都是小笔汇款 而且名字都不一样 觉得有鬼就立刻报警 趁诈骗集团派车手前往取货的时候 当场带人 银楼内好几名原警准备将黑衣男子带回 原来他是车手 每隔几分钟又有人想进到银楼里面 原来他们也通通是诈骗集团车手 被派来要盗领黄金 银楼老板娘开店好多年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交易手法 发现一定有鬼 决定立刻报警抓人 只是想说我想要跟汇款人对话一下 以免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对话的这个人 是不是汇款人 老板娘靠直觉反应成功试破诈数 警方查出这个诈骗集团先在网路上发文 贴出要低价买卖黄金的讯息 接着转头和银楼谈交易 事后偷偷把银楼给的汇款账户 装成是自己的提供给买家 钱虽然进了银楼 但嫌犯却派车手陆续取货 打算不花一毛钱拦截A下全部的金条金块 业者并对姓名意外戳破这诈骗伎俩 我真的觉得很倒霉 桃园的那个侦察队呢 就把我的账户给做警示账户 会造成说我的除入款全部都不能用 协助破坏立了大功 但业者直呼有够倒霉 现在被怀疑是诈骗体系其中一环 导致自己的账号遭到冻结 不法分子躲在网络后面行使诈述 警方也提醒民众网购千万要提高警觉 记者三文人张士奎台北采访报道